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纷争也是越来越白热化了 而且随着节目的热播 网友们发现这个节目也太魔幻了 基本上每更新一期就会诞生一个全网黑 从黄胜义叮当到一能镜无一幸免 真的想要叹一句姐姐们你们还好吗 那么这一次又是谁接棒了呢? 队长称呼爱好者叮当 这期节目一开始便采取了十分残忍的分组模式 首先自我推荐的八位队长 然后呢彼此去互选成团 对于队长的话每一位姐姐都有各自的理解 万千说的是能够带领整个队伍一起往前走 那么喻可为认为呢只要有控场能力和气场就可以 那么无心者认为是要有号召力 能够让所有的队员都听自己的 而他本人呢也是很有自知之明的 知道自己暂时没有担任队长的能力 只能够选择跟随 所以呢就先把自己的部分给做好 所以当宁静黄胜一张雨琪这些姐姐 站出来当队长的时候 大家并不觉得有多么的稀奇 毕竟他们虽然有的评价一般 但是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啊都是比较的强势的 渴望话语权 但没有想到的是叮当第六个站了起来 回顾之前的几期她的整个性格呢特别拧巴 台上台下完全是两种态度 上一次当队长柔柔弱弱的 面对过于活跃的队友毫无招架之力 不禁令人好奇了 这样的她居然会再次申请担任队长 那么她对这个称呼究竟是有怎样的执念呢 也正是有了这些前车之剑 到了第一轮姐姐选队长环节的时候 大家都是一脸的尴尬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是不愿意接这个茬 直到最后的一秒金沙才站了起来选择了叮当 还客套道说终于可以和你碰到了 而第二轮选择环节剩下的几位姐姐更是冷漠了 就连几乎每轮B站的张萌也老老实实的坐着 白冰还双手插腰一副看戏的模样 于是根据节目的规则本轮轮空了 但这可能就是特别的缘分吧 最后无奈被选进了叮当队伍的选手正是白冰 姐妹情深信奉着白冰 白冰可能没有想到自己开局的一句感慨竟然会一语成千 这要被选剩下的话那也蛮可怜的 这是她说的 其实她被留选还是挺可惜的 在她看来呢 大腕宽面组已经有了很深厚的友谊 说我就以为蓝盈盈那一组她可能会选我 所以在第一轮选择的时候 她看到了黄灵站了起来就没有去争抢 她认为到了下一轮呢自然就是她了 但是怎知啊 当场上有她和吴欣一起站起来的时候 蓝盈盈和黄灵讨论了几句 直接选择了吴欣 当时白冰的表情就变了 她没有想到自己会遭遇到抛弃 瞬间就感受到了无比的失望 在后期采访的时候她表示 我一直都觉得姐妹们的感情挖的非常的好 所以可能我就把它当成了一个情感的节目 随后她自嘲的笑了 但今天的比赛呢还让我觉得她就是一个比赛 最后的结果便是她和张萌成为了为二剩下的选手 当黄胜一选择了张萌的时候 她便只能够自动的奋到叮当足了 到了训练随堂测验的时候 能够明显的发现她与上一期的样子完全不同 之前的她以为自己有了一群新的伙伴和大家闹着笑着 但是这一次她有了克制 再也没有当初的大笑 反而变回了温婉的玉树 欢小的做好了自己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蓝盈盈 蓝盈盈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 观众们对她都抱有很大的期待 毕竟呢初舞台就是第一名 第二轮所在的得不到的爱情 也在对决当中胜利了 但没有想到的是 到了最新一期的时候 她身上的那种生命力 却成为了网友口中的利己主义者 在面对于白冰这个前队友和吴欣 同时站起来选择自己的队伍的时候 她和黄灵一起选择了吴欣 即使后来在采访的时候解释 是因为她以为吴欣两次都支持了自己 但是呢她还是表示既然选择了就不会后悔 不少网友表示 她们选择吴欣啊其实就是因为 对方的路人员比较好 会更加的有利于赢得比赛 互选这一环节还算说的过去吧 毕竟呢大家都想赢嘛 其他那些不选择黄胜意啊叮当啊 都是一样的想法 而在团队选哥的时候 蓝盈盈就只和黄灵商量 就直接定好了方向了 吴欣当时呢也是一脸懵逼 虽然想来呢这个组 但是从来都没有想过 就这样被选择在了自己不会的东西 后来啊在讨论歌曲分配的时候 蓝盈盈的做法直接惹怒了网友 众所周知她和黄灵的关系特别好 都会玩乐器玩音乐 曾经还在宿舍里吧一起唱哭了白冰呢 所以为了能够给自己增加一些亮点 她无视无心不会乐器的情况 表示想要和黄灵表演乐器 导师对于这种不平衡的分配方式 直接予予了拒绝 但是她仍然不死心又表示可以让无心学习贝斯啊 十天之内学会就可以了呀 当时黄灵就表示不可能 即使是她这样学过贝斯的人 许久不碰了也不会谈了 更何况是无心这样一个新手呢 可是她就是觉得一定要做到最好 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 她说我相信我可以达到 那么欣欣姐也一定可以达到 这种态度直接让无心崩溃大哭 还自卑道认为是自己拖累了他们 而在导师们坚决反对 才让她彻底放弃了玩乐器的想法 而她要好不容易积攒的粉丝滤记 也因此破碎了 控制型人格依能静 依能静在每一期都真的很有自己独特的亮点 即使是不当队长了 也还是放不下自己的控制型人格 在第一轮选择的时候 其实她明明想要选择宁静的 结果因为站起来的人太多了 就再次重演了之前的剧情 表示同宿舍过了 我让给他们就好了 而且她还跟王立坤说 你别再唱歌了宝宝 在三人组唱歌要累死 网友是直接黑人问号脸 不唱歌那你参加什么女团呀 而且人家王立坤之前 可是被赵赵老师夸进步很大的 倒是她自己唱的确实一般 到了队伍练歌的环节 一能竟继续施展自己的控制欲 一开始就当起了领导 让大家一起跟着伴奏带一遍 分配歌词的时候 也基本是她来控制的 直接安排了谁唱哪个部分 还不忘再次的重申 自己就是音乐担当 明明有专业的音乐老师教导 她也会下意识的想要去教别人唱歌 虽然她的出发点是为别人好 但是这种强大的控制欲 确实有点令人窒息 尤其是她表示 唱这首歌的时候要一扬顿挫 表演的姿态和之前被赵少老师批评的用力过猛 再次吻合了 看来她想要改到这个毛病的话 还真的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真相定律保持者宁静 宁静虽然是节目当中年纪稍长 看上去很强势的人 但实际上她十分的好相处 而且还有点想宁吧 宁静虽然是节目当中年纪稍大 看上去很强势的人 但实际上她十分的好相处 还有点想宁吧 之前说好的不跳舞也不想突破 结果是一次又一次的上演大型真相现场 这一次明明她更加擅长唱慢歌 但最后还是选择了一首配有大量舞蹈的歌曲 到训练的时候 她因为很多动作记不起来 总是拖队友的后腿 为了能够及时的跟上他们 就一遍一遍的不停的练习 喝奶茶的时候也在记动作 当队友都去吃午饭了 她还在默默的跳 跳到最后 她的身体已经承受不住了 开始找助力拿速效救星丸 不得不说 虽然宁俊姐姐是真相定律保持者 但是这份努力和坚持 真的是值得大家去学习的 最后考核的时候 即使被老师批评 她也没有反驳 直接的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并且表示正式公演的时候 绝对不会这样的随意更改动作 姐姐的忠实维护者李斯丹妮 其实前几期的李斯丹妮 并不是特别出彩 相反还有一些用力过猛的感觉 尤其是表演舞蹈的时候 呲牙咧嘴的样子 令人有一些些的不舒服 可是到了这一期才发现 她居然是一个这么体贴的姐姐 一直都真诚的维护着张雨琪 在第一轮初选的时候 她其实特别想要选张雨琪的 但是还是希望能够为对方 先争取别的队友 所以呢她就一直都在挣扎 等着别人先站起来 可以看到 当黄小明面到一的时候 她就已经有想要站出来的冲动了 还好这个王立坤站了出来 让张雨琪避免了空轮的可能性 而且在整场选人期间 她都没有选择过其他的姐姐 最后呢也是如愿的 进入到了张雨琪小组 到了分配歌曲的环节 她也是将选择权交给了两位姐姐 还提议她们可以表演说唱 主动的让她们分走自己擅长的领域 有机会创造更多的惊喜 可以说整个说唱部分呢 都是李斯丹妮一句一句的交两位姐姐的 而且不断的鼓励她们 给予她们信心 张雨琪还因此觉得 哎呀我过了这一关之后 我觉得我都牛啊 太牛了 我太厉害了 而这些无私的奉献 自然呢也是被老师们看在眼里的 还直接批评张雨琪 都是李斯丹妮在帮你 相信李斯丹妮这样的姿态 即使未来可能会输给其他的 能力更强的姐姐 但是她一定能够收获大家的认同 得到姐姐们的喜爱 吃瓜不断娱乐不停 感谢大家关注 冰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